这也不能全怪你 连黑龙会也奈何不了他们 看来 要是想在上海滩立文脚跟 一定要先铲除方云天 东野先生 您这话说得太对了 这话太英明了 方云天那小子和高家勾紧 在上海谈他就横行霸道 其他不说 就这半年 他在我手上就抢了好几单生意 有这个事情 是啊 看来要给那小子上一课 至于他的党羽 既然已经铲除了一个沈富贵 剩下的就各个击破吧 是 记住 这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我可不希望再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 是 少爷 少爷 刚才有人寄来了一封信 去吧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 请不吝 你把这房间打扫得挺干净的嘛 傻孩子 这一切都在我的安排之中 你这一辈子 注定是得不到房云天的 谢谢您的安排 你不信 下次你再见他的时候 不要忘记把我的礼物送给他 爸 爸 如画 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说 我真的要嫁给房云天吗 可是文轩哥 一直对我挺好的 其实有时候 我挺恨我自己的 他对我那么好 可是我怎么也喜欢不上他 不过房云天 我对他也没有那么的反感 他有的时候 确实没有什么正形 可是 他还算是个有责任感的人 爸 明天 是你给我选的 可是你知道吗 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那个日本女孩 才是他最爱的人 对我 对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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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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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起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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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